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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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Youtube,又歡迎來到小哥的反應視頻 今天來小哥一樣要分享華興在2017年的一個採訪 我是不知道標題沒有寫幾年 而且他的上傳日期是在今年的3月份 但是我看到他的髮型是炸炸頭 跟我的應該差不多一點點 然後我猜是2017年 那這個標題寫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聽我的音樂了 我就不待在這個圈子了 聽起來光這個標題聽起來就蠻酸的 那這個是舉止於熱的採訪 我們就來聽看 是不是標題寫的跟內容有沒有一致 通常很多標題是跟內容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來聽聽看 雖然我是這樣講的 但是只要標題寫花春一點點點我也會進去看的 好,那我就大家一起來欣賞吧 開始啦 哦? 從來沒有想過我要撕掉快男這個標籤 我經常被人否定 我也被我的老師否定 我也被我的老師否定 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純音樂人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喜歡聽我的音樂了 我就不帶在這個圈子 這個麥也好造型啊 果然是2017年 可以不要用這種這麽的難受的一個片段 可以不要用這種這麽的難受的一個片段 我禮貌倒是真的 超開心的 沒有這個歌 我蠻珍重的 對啊 一年唱一次吧 一年唱一次吧 哇 Generous 我們是幾個月まで 每個人在提早 都是一步通工程 所以我們在這麽隊 那是十六十三年 還是十六十五年 因为他创作是很随意的 就是他有特别好的音乐素养 就一句旋律一句词 唱一首歌的 好像这基本很爽吧 大部分人都会看歌词 很好的词 配上一个很套的旋律 然后呢就会很受市场的关注 那其实这样的人 我一直觉得 他应该去当一个诗人 对 他不应该来做音乐 对 有时候会音乐弄一首歌 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对 但是我一旦做起音乐来 就没有时间概念了 我接触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喜欢音乐 家人让我学 然后我就学了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 我把它当作 在学语文数学是一个概念 但是我从真正开始喜欢音乐的时候 应该是我在第一次自己写歌 能够通过旋律表达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情感 十五岁左右吧 可能小时候常年一个人 他会让我积攒了很多的负能量 对这个世界是懵懂的 所以很多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自然而然就会 以一个负面的情绪去面对它 我又很难得到一种释放 因为我也不走弯路 我也没有去干坏事那种 所以我说当我第一次写的一种音乐 这种音乐能够完全表达我当时内心的状态 就像吴姿哥一样 是一个很疯狂的音乐 但是我却很爽 对 很释放 我已经写了十一年的歌了 所以我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 我已经写了很多年的歌了 而那个时候我也研究音乐研究了很多年 我从小到大我并没有做很多事情 我的成绩也不好 我一直在做的就一件事情就是音乐 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等于我是已经准备好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然后那大家喜欢我 我觉得就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说 他不是天才 他是努力比人家更长 所以他会讲的这句话 现在终于大家有另外一个受复 学习边学边写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很多的观众 还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乐评人 大部分人都会说 华语乐坛已死 一边这样说 一边这些人会去很挺那些 很套旋律的音乐 就是你知道这二十年前的音乐 而往往这样的音乐 其实拿到国外的话 当外国人不懂你的词的时候 纯替的音乐可能 二十秒就关掉了 就是这样的 对就很有意思 你不觉得吗 吃东西 边练习边吃东西 这是暖赏的意思 一个法子 他这个外套好变 有一点心里有点痒痒的 橘子 好多啊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没有睡太饱 今天起的超早 这该弄一个炸炸头了 你手机在哪里不是摸凉吗 哦对我手机在摸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说吗 哈哈哈哈 这是没有睡饱的一个 其实我不喜欢出现的人多的地方 就会有一种压迫感 从小就不想引起人注意的那种人 我会更希望大家把我当作一个透明的 以前可以 现在是不可 我在最早增加患男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的直播 然后我就觉得哇 你们有了私生活吗 所以当时我就强烈的想推散 导演都跑过来 一直在跟我做心理的工作 你们现在真的是在成长 需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取舍 我经常被人否定 我也被我老师否定了 然后我是他学生里面 他觉得最不好的 因为我的发声位 因为我的发声位 有病人是 按照他所教的那么科学的发声位 就是当时他们否定我的时候 我也否定了他们 我说我不想要学唱歌了 他现在的成绩已经打脸了 他们很多人否定当 否定过他的人了 金融和华欣宇 会随着每一首歌的不同 他会改变这个舞台的污名 因为 就是音乐节的时候 什么办法 别幻想我 轮落到沙漠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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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忘初心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喜欢听我音乐了 我就不带到这个圈子了 我就很随意啊 就是找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养老了 我家里问我要不要找个女朋友什么 但是我自己总觉得这种事情 我一直觉得爱情是 你一定是碰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女生 你喜欢上了她 你才会想去谈恋爱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 那只能证明你寂寞 所以说像我生活当中并不寂寞 这个生活逻辑 很特别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你让女孩子很少 然后所以我就 我试一下 去去 那高了 只有我 只有我 守着安静的沙漠 等待着花开 只有我 看着别人的快乐 等待着花开 只有我 我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奇怪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奇怪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奇怪 我 可能 那时候 就会离开这个裙子 嗯 里面 有开心的 有 难过的 有很酸的 也有很甜的 都有在里面 其实 他真的里面 留在这个明日里面的一个片段 这让我差点喷 真的是很受不了 我 这么久以来 除了会看那种 韩剧啊 感情的韩剧 会哭到 要死要活那种 我是很容易哭的一个人 真的超级无极容易的 跟我太太一样 我太太也是一样 我太太是看那种台湾本土剧 那个八点当道哭到跟那个什么一样啊 那我也是会看那种韩剧哭得很惨 那我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 我的眼泪是真的是会忍不住的 我是很容易 就是 情绪让我马上就是来了 我眼泪就 我就 控制不住 我就 我就就就会留意 那种的 真的是这样子 那是这样子 没有是光于去 故意说 装给大家看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我觉得我分享这段影片 真的是 他讲的 关于他的人生的 的理念 比较多了 跟之前我们分享 就算你也听到 好像他 标题是会跟讲音乐 但是你真正去 深度去理解他所有讲的事情 真的是跟他生活的方式 所有之前的经验 什么 收获 还有他面对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理解度 是 是比较强烈的 反应出来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 那对不对 我觉得 他唯一 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就是他讲到 女朋友这件事情 他一定是要看到喜欢的 所以才会想要去跟人家谈恋爱 而不是说想说 我到这个年龄呢 什么之类的 想要说 该找个女朋友之类的 来当个伴 应该是这样子 现在的人 基本上都 其实 不管喜不喜欢 好像 到这个年纪 应该就是要谈恋爱 要找个女朋友 这样子 根本不像 他这种 实际上 一定很喜欢这个人 他才愿意去追求他 这样 像我 我就没有这种想法 我是那种碰到 不是说喜欢就是 我看到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我还没有想 我就不会想去追求他 但是我就是 如果碰到这个女生 对他根本我不喜欢这种新女生 但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开始有沟通的时候 觉得这女生对我的反应 还有回答我那种 嗯 就是 开始跟我讲话 他聊起来 有那种互动的时候 我就开始 对这个女生 开始有慢慢的好感 好感度 会慢慢的增加 我是属于这种的 而不像他 他的思想 跟我们 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是算很小心 那种 不很小心的那种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是我自己的 对他的了解度 可能我了解他 不够多 不够深 比起大家来讲 但是我这个 影片这个采访 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 超级无敌喜欢 里面这是内容很棒很棒 虽然 你看他这一次 不是光讲音乐很投入以外 他今天 分享他的人生 我觉得他这次也讲的 完全完全就是很那种 很自在的 平常你听他讲话 关于他 自己的私人 比较 呃内话的事情的话 他好像讲的 比较保守一点点 那我觉得他这次讲的 很快 然后 嗯好像 很信任大家一样 那关于他 讲到 哭的时候 在那个明日 那个片段 他说很多人批评他是 火星人啊 火星来什么之类 之前可能他会觉得 这个一种 有一点点 可能 之前我是觉得他 刚开始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觉得说 说这件事情 没有被人家接受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的 难过在心里 这是我猜测 但是我觉得他慢慢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习惯 所以他觉得其实 这种事情 都是双面的 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双面的 一定有好有坏 不是 不可能真的有办法 争取全部的人都喜欢你 这样是太完美了 其实做的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 其实做事情 就是一定要有好有坏 做个对比 你人才会勇敢的 一直想要努力的突破这个 这个 怎么讲 这个极限吗 怎么讲 就是 让你更有动力去前进 这个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 一现在来讲的话 火星人这三个字 我觉得 已经 把他身上贴了这个 很大的一个标签 完全 他已经 连他想要撕 这一辈子都撕不开 就算你离开了这个圈子 你也是永远撕不下来 因为你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火星人们在追随你 在期待你每一个的作品 在期待你给我们的所有的新的惊喜 而且火星人这个标签 是会越贴越紧 因为你的追逐者真的会越来越多 你的歌迷 你的喜欢你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真的 因为你被贴一个标签 虽然你是一个外星人火星人难过的话 放心 你的后面 你真的是现在也能回头看一下 你的后面 你已经累积了好几千几万个人 愿意身上都贴一个跟你一样的火星人 这个标签 我们来一起承担 好不好 那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享受这个一段影片 分享 拜拜